- 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野蛮女友,表演者,关九海,张肖白 - 酒海好帅,酒海好帅 - 酒海好帅,酒海好帅 - 酒海好帅 - 丢掉了,丢掉了,谢谢您。 谢谢您 - 丢掉了,谢谢您啊,该我说话了 - 谢谢您各位,谢谢您,各位的掌声鼓励 这个刚才呢 这边有鼓掌 鼓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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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 谢谢谢谢谢谢 谢谢您各位啊 有鼓掌还得先生请 对呀 这么欢迎咱们咱们得好好地 是不是 应该 为什么你看我 辱哥的专场 为什么你看让我来 首先来说 我们是六队的 一个队的 再有一个 我上来呢 就是给您各位换换口味 哇哦 哇什么 还没说话呢 这重演的这一个个的呀 上来一个您不认识 上来一个不认识 到我这就不一样了 往台上这么一走 熟悉的观众都知道我叫什么 叫什么姓哥 花魁 对呀 他是要自我介绍不是提问的人 人家还有那个不熟悉的呢 同一回听响声的 往台北一坐两个人不得议论一下吗 嘿嘿你瞧瞧人家这人 都跟这小伙子 长得也太优秀了 这些相声里面长得都 美出天际了都 你听听这个欢呼的声音 你瞧瞧这小伙子长得 美过张军雷不让孟可唐啊 再看看人家小伙子 就在台风往台上这么一站 这个业务能力 有他谁还看岳云鹏啊 有他谁还看张克伦啊 我跟你说 这以后就是未来的德云班主 加油看 哈哈哈哈哈哈 哎哎哎哎哎哎哎 哎呀 你干嘛呢 对话上台没一分钟 咱俩告别演出来了 真的 真的 发什么呢 就您还德云班主啊 聊理天发什么呢 有那个基因吗 哈哈哈 都说你有啊 看中他这个身高来的 说啊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老体身高的事 你说X是Y呀 你都滚在那里 我是你奶奶 傻了吧唧的 我是你爷爷 我是你老孩 哈哈哈哈哈哈 上岛之前刚学的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开心 来一趟啊 来一趟啊 来一趟武汉 你不是 打着 哈哈哈哈哈哈 回跳 回跳 好吗 我也同意退票 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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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哥解决一下 哈哈哈哈 你让喊的退票 让文哥给你解决 退票不是能改 啊 把门的烧了 没有啊 谁听不出 这要多个爷们啊 好家伙 我干嘛了 上台一分钟 你们还要退票啊 你怎么那么想去武汉呢 不是啊 成盛说错了 你你顺 你顺着长江 下了三峡 就是武汉 哈哈哈哈 你甭跟我说 这地理位置 我不懂要了 这地理位置 地理位置都不知道 知道哪是白逆城吗 走发白逆城 白逆城来 这是重庆的事啊 难道不是吗 啊 早发白逆城 那都知道呀 各位同一句是我说吗 来 朝思白逆 才遇见 你看看 你们怎么他疼的呢 这个朝思白逆 周什么 朝思 词 词 对不对 你们说得清楚了呀 那是 朝思白逆踩云间 二一有高啊你 呀 别搞我 我不知道 我不会 都有这个 啊 行行行啦 嫌你们啊 买那么靠后的票 还有什么 这个说说话 哈哈哈 你不知道 就是后边的票贵 是吗 后边一万八 哈哈哈 谁啊 二岁二十年啊 没有一万八 行了啊 就没有 上台没有 一分钟背诗干嘛 不服背胳膊了 就 有好多朋友对我不熟悉 咱们做一个介绍 啊 说一说 那有认识就不认识的嘛 啊 我姓关 明九海 自萌萌 道号花魁 啊 名字长一点啊 不就是模仿人家诸葛亮吗 模仿诸葛亮干什么 人家就是名字 别这么长了 姓朱 明 什么玩意儿 不姓朱葛 单字明亮 道号卧龙 对吧 不是咱模仿诸葛亮 我给诸葛亮能耐大多了 大在哪呢 我活着呢 哈哈哈 你应该死去 对不对 咱 咱我跟你说啊 咱出来演出来 就跟别的这个演出演的风格 都不太一样 不一样 你看他们这一个个的啊 在台上活不乱跳 那咱不行 咱一般咱不能老活不乱跳 为什么 因为我这人啊 我我长得太水嫩了 咦 咦 哎 我老乱动的话 我这个脸容易往外滋水 哦 合着您是一个海绵宝宝 哈哈 什么海绵宝宝啊 一定要用牛奶洗澡 哎呦 这个煮成那边这个滚儿 过来 啪 插在牛身上 哈哈 洗牛奶 那您已经看清楚了 啊 一定插在这个母牛身上 哈哈 怕什么呢 要插在公牛身上 容易垫死你 哈哈 你说的不会是插座吧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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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朗哥的话说你啊 啊 这个包子挺好 下回别使了 哈哈哈 什么玩意儿 能插一插座上吗 那那么讨厌 这句话能插牛身上吗 那怕什么呢 长得这么嫩就不容易了 哎呀 因为这一后台 今天整个啊 跟你说 从主演到助演 我们的年龄都不小了 哎 所有都不小了 都是80后的相声演员 对 而且我们两个人也是 都不一样 他是88年的 我是98年的 这 哟什么 真的 天呐 你知道吗的 再再 再说一遍 怎么样 哪年吧 98年的呀 1898年的呀 你真的 1898年哪年啊 老1898年 1898年 光许二十四年嘛 你看台长你老算他妈呀 一八九八年 五虚年 你是狗 你怎么竟算这个呀 不是我算这个 就您这酒吧 哪个九八年呀 真是九八年呀 我出生的时候 不是有那么一首歌吗 怎么说的 来吧来吧 相约酒吧 我出生的时候 哦 哦 那这么说你是酒吧生的 不是那你是三人以来来生的 笑话不是我妈上酒吧生我去 你是来福士生的 哦 你是冯阳中生的 哈哈哈哈 你是朝天门生的 你是家鸣江生的 你是鸣鸣锅生的 你们家就是海鸣老火锅 你妈是九公子 哈哈哈哈 你妈是蒜辣粉 哈哈哈哈 你妈是充手 还有什么小吃 重庆小便 你看 来了澄清都不做点功课 瞧你那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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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跟那个武德天死的爷们儿似的 怎么讲 失去理智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真服你了张小白 是我失去理智还是你失去理智啊 废话不是你先说的嘛 怎么就我妈说九公格呢 哈哈哈哈 你妈十八公格 哈哈哈哈 涮死你妈 哈哈哈哈 涮死我吗 有毛 那是俩孩子在台上说这干嘛呀 你老跟他们学干嘛呀 跟他们学什么呢 哦 除了这侮辱搭档 互相侮辱以外 就还侮辱家里人 你学点的好 你看刚才他们演的吧 我要真说占你的便宜 我跟你说 我们说你后台都听不明白 哈哈哈哈 就是你占便宜 刚才他们演的个什么这个 什么说爸爸 哎呀哎哎哎哎哎哎 launch 你失手了今天 你说一个你都不明白 就是赵白眼有什么和不明白的呀 我去买几个鸡子你就在此地不要走那么 哈哈哈哈哈 又牛呢 很这个行为就叫腻子了 你说张白你说你这年你的嘴多损呀 对 我就是熊包叫外卖 怎么讲 损到家了 你说哎 哥哥你说他有这儿的演员吗 你别老挤对我 怎么了 我这几年我本来挺水嫩的 你挤对的我现在都不水嫩的 那您补充一点一样花二青 这是什么东西啊 水 没错二欧啊 我再不知道这个呢 不是一车二欧是水吗 甭这上了几天大学 四年 你显摸什么呀 我显摸 哥哥你能是显摸什么呀 来 是重庆是吧 来重庆你疯了你了 你显摸什么呀 人家说甭上几天大学 哎呀咱没上那么长时间 到他这 四年 我是你这 哎哎哎哎哎 不得 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你 我要像您说那模样 我还能上大学 你应该感到羞愧 你呀我告诉你张老白 你给我低调一点 您知道了吗 是他在这摆着的低不了 你是帮他摆着的你托高 一米八五 傻大个 在他眼里面超过一米七五都算傻大个 你刚才提到一米七五 你一米七五 一米七五怎么了 一米七五是国际标准猛男身材呀 今天在场的楼上楼下 所有的老爷们 咱都是标准身材 对不对 没有今天重庆老爷们 没有一米八以上的吧 站起来 我告诉你 你给我坐下坐下 哈哈哈哈哈哈 傻大个 大伙一样的同一排 你穿一裤衩子撑向上 还还还还 站穿这么多的 我都看见了 哈哈哈哈 他都看见你那个样子了 你想啊 一米七五还国际标准猛男身材 什么啊 不怀疑你这个一米七五 我们怀疑这个标准是哪个尊格定 我啊我自己定的 你还有一米七五 我就是想 我一米 对 我有一米七五的时候 你有一米八五的时候吗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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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从一米七五打到的一米八五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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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我不稀罕就你们 你跟那臭男人一样 你知道吗 哎 没有 都是一样啊 一米八几傻辣格 知道吗 不知道 浓缩的都是精华 我永远承认这一点 老天是公平的 给了我一个天使的面孔 肯定会在这个身高上压缩一点点 光了升高吗 嗯 还有智商啊 行商啊 哈哈哈 压多少钱 你看我老夸咱俩这一场 你老贬低这一场干什么呢 不是我 是您夸的都不像话 我夸怎么不像话呀 哎 咱们在德云社啊 咱是不是也好好干 努力啊 全都开专场了 你不得不得努力吗 你不得我下午干 你混定同堂不就完了吗 哈哈哈 我说是你滚 我说是相声专场 那你说清楚了呀 对不对啊 嗯 咱们都得争当得好的 哈哈好 明白我意思明白 咱俩这一场往这一战 首先 给各位映入眼帘的是什么 什么 咱们这场组合 帅气低人 没毛病吗 啊这词倒是好 我负责帅气 那俩就是列宫负责喽 哈哈哈哈 怎么了 要不要急了 废话这有拆开锅的吗 这怎么不能拆成成语呢 没有什么 幸福美满 我负责幸福 你负责美满 帅气低人 我负责 对对对 啊 这跟内不一样 这往好了说 对不对 这是往好了说吗 这个 你只有奉托出来了 嗯 你才能带德云社站稳脚跟 啊才能立足 对不对啊 哦 哎 咱们得努力争当第一 正是是对不对啊 都当那个德云一哥们 对啊 都争不了第一 咱争第二 那我会已经说有人弄一针第二了 那怕什么呢 能无第一 无第二 人在哪儿当第二 德云社 哦 那你说清楚了 啊 我以为你在数字和字母里边就当第二 什么意思啊 别问我 问铅铅去 你疯了你了 谁疯了 你说的是啊 哈哈哈 你很重要 嗯 这打铁卡的时候都得用你 哈哈哈 没上了那么多学 没填我的打铁卡 他现在我跟您都会说啊 他无论是大剧场小剧场啊 其实我这搭档啊 都是合情 我现在可烦他了 哎呦 业务能力上啊 你现在除了挤对我啊 你也没有别的什么新鲜的 哎呦 为什么都会他会 就这种状态知道了吗 因为你欠 不是 不是我欠 就是因为现在呀 他这个生活美满幸福 咱说实话 还要知道我这搭档 张肖白最近不是交了一个这个 女朋友吗 刚搞对象 给你们介绍介绍啊 啊 他交了一个女朋友 是 大拍球的 一米八五的大高个 哈哈哈 女孩一米八五 那大脚丫子就不大个 人家说这是灰太郎 嗯 不知道一位霍比特人的 这本人 你在我们俩中间 你是那霍比特人 哈哈哈 你又来这 你别往影视了 师傅 谁呀 说 我就说 就说这个意思 嗯 所以说他这个 私生活呀 让他很开心 他在台上他就放肚 天天的跟我这 那种云山雾罩的说 谁 我跟你说 你不要认为现在你搞这女朋友了就怎么怎么样 怎么了 过来人告诉你一句话 哪句 我先首先先问问你啊 你说 你这个女朋友你姓妹 麻烦了还是胡搞啊 没有好词是吗 啊 我认真的准备结婚 你不是认人 认真结婚 就是认真的 怎么办啊 二二 二十节是不是 不是他九几年的 九七年的 你多大呀 我八八年没 八八年 你找一九七年的习惯 嗯 畜生 畜生 谁呀 畜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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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不想 谁跟你喊 没有热 我再戴两战就都出来了 我不说热 我告诉你 啊 你啊 嗯 现在他就在这个阶段各位 啊 叫什么阶段的 嗯 就是放个屁 都觉得香的时候 没毛病吗 怎么了 这什么形容词 您这 啊 嗯 但是 经过一段时间的洗礼 等你们俩真说以后 嗯 就结婚去了 嗯 就不一样 啊 味觉就恢复了 哈哈 两口子今天过日子的文匹玩的像话 废话 你俩说的 我就说你们俩就是状态跟结婚以后 它不一样 我现在搞的一项和结婚以后 这有区别 那这区别太大了 那您说是有什么区别呢 你首先来说啊 啊 我给你举一个例子 你明白了 你说 啊 你不能说 嗯 两个人在咖啡厅见面 嗯 刚搞对象的跟结婚以后的就是两种状态 啊 就是 俩 俩人约会 对啊 哦 提前跟你说好这些你都明白了就行了 我都什么样 你看那咱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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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呈演一回啊 表演一回啊 比方说啊 啊 一男一女吧搞对象吗 啊 啊 我就演这个男的 因为我有阳刚之气啊 是吗 是吗 一年呢 咱差不多得了啊 咱们是这个顶天立地的老爷们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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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呢 你要再想 什么再想想啊 你顶天立地 那你们家这个天有点矮 哈哈哈哈 你呢 你你你就来这个女孩 好不好 好 咱俩人就是刚搞对象 还不行今天继续见面 嘿嘿 嗯 换 换什么呀 换 我来这男的 你来这女的 不行啊 我没有 不行我演不了女人 我这个天生的老爷们 一 我在开始我今天我就这你 差不多得了啊 一几回了师父过散啊 一 这是第几回了 一 二 师父我气啊 一 哎 你就是带着你的 行不行让他演女的 你看咱 今天 今天咱们 听我说 今天 我 你不行了你说 哈哈 哈哈哈 不行 我今天 就今天在重庆 我就认诊认诊认诊 正儿八经的 给你表演一回 老爷们 表演 好不好 他为什么要用表演 这个词呢 哎 你把你那天生的 胖娘们命 哈哈哈哈 咱们来吧 咱们来吧 啊 好 行 来 那你看看我 是怎么演这女孩的 嗯 亲爱的 嗯 喝点什么呀 都行 嗯 那我给你 点一个哪一茶吧 哎呦 哎 一下就点到我心肤里了 一样 嗯 你看看 各位 很简单吧 你看他是 揍了吧唧的样 你看了吗 哎 这就是 俩人学的 你没用啊 这就是俩人刚搞对象的时候就是 你说我说什么 啊 对不对 哎马上就同意了 说什么都好 但是结婚以后就不太一样了 结婚以后就不行了 当然了 嗯 跟状态就不太一样了 什么样呢 我们说咱俩已经结婚七十多年了 七十多年了 一年月在咖啡厅见面 别见了 一年月见了 七十多年笑话吗 七年了 七年 哎 正在这个啊这个阶段 痒痒痒的阶段 所谓的七年之痒 好好好 可以 没问题 好 要两口呢 我今天是不去 咋发气的 拜拜 哎 不来笑话 弄死你 不来 这是咖啡厅 咱们见不见面啊 那就 得开门啊 真得开门啊 走 哈哈哈 你给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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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开的什么门这是 转门啊 转门一下能那么转啊 不是 不怕别死你吗 我从侧门进 多缺责呀 那我拿脚别停了行吗 拿脚别停了行吗 没问题 拿脚别停了啊 别之前四二的 别玩了三鸡的 哈哈哈 挺说这了 那这就正常行吗 正常 正常咱不弄那门啊 就是 今儿啊 听不见我说话不听不见吧 今儿啊 我 怎么那么大事 吓我一跳 吓我一跳 一两次有毛病似的哈 今儿啊 没什么事 跟我媳妇儿约着咖啡厅见个面 你说这臭娘子 没事喝什么咖啡啊 跟家伙我点小口粥不得了吗 等回头我见面我非打死他 等这么半天了还不来 还说上我小米粥 等来了我就弄死他 哈哈哈 您先等一会 嘿嘿嘿 我在门脉手说话呢 你在门里头怎么听见了 你把麦克风都拿那儿去了 我能听不见吗 我啊 你无时数的表演 这儿有一门 你听不见呀那是 我这儿有一个门 我是怕各位听不见 好好好 知道了吗 好好好 这表演就是 我听不见 傻了吧唧的一天 今儿啊 又有媳妇儿开个厅见个面 你说没事儿 给我放个小米粥不得了吗 你等一会儿见了面呢 我非打死我 你先等会儿 你比划什么呢 我比划 你比划什么呢 我比划什么 你为什么能看见呢 我还没找到这样子 不废话吗 你还没开门进来呢 我们有门无时数表演吗 你听不见你就看不见 行咱不要这门了行吗 那直接开始好不好 好 媳妇儿 干嘛呀 兄弟 什么叫兄弟 废话什么傻媳妇儿嘛 废话 你温柔一点 媳妇儿 嗯 温柔不了 等你们呀 媳妇儿媳妇儿 可啊 等你这么半天 你早不耐烦了 来吧 媳妇儿 好 我就知道你有事儿 别别别别 你这就去你的 哪的渣男呀 没那么好的身体啊 来 开始 媳妇 喝点什么呀 都行 那我给你点杯咖啡吧 咖啡太苦了 那我给你点一口汁 果汁太酸了 点杯可乐 可乐太甜了 那你要喝点什么呀 都行 那我给你 点奶茶 奶茶容易发胖 你不知道吗 那你要喝什么呀 都行 那我给你点杯白开水 白开水一点味都没有 那你要喝什么呀 告诉你都行都行的 你都给我推一贵呀 这热的没喝 你干嘛呢 回话您先给我这一车 所以说各位认清一点啊 找媳妇 千万别找这虎娘们啊 你觉得我罪死不得了吗 就是 但是上来我跟你说一点啊 你现在还没结婚呢 等你结婚就知道了 知道什么了 这个女人啊 性格很关键 是吗 你现在感觉不出来 等你结婚以后你就感觉出来了 感觉出什么 尤其来说啊 择偶的这个对象 就是要结婚的这个对象 要结婚的这个对象 这个女孩的性格呀 像你看他这么泼辣还没事 哦 他要是这个矫情起来就干了 说完了 不是我现在我没能明白什么叫矫情 就是你说一句 他有一百句等着你 他足有理 你永远说不过他 这儿的女人别娶她 你今天要做人现在分手 弄死他 弄死他 没您说的 他把白熊砸死我 我没把他砸死 他是把我砸死的 你把白熊砸死我 拿去吹死他 没有您说的 你怎么想的 不是我想问问您 不就是讲道理吗 不是你讲不过他 凭什么呀 咱们乡声演员都靠说话吃饭 那生活跟工作不一样 我不信 你不信 那咱俩再来一回 今天我就让你承认这一点 不可能 好几方说咱们俩是两口子 这回 我来这个女孩 终于本色出演了 你来这个男人 可以 咱俩几乎有很多长时间了 你呢 下班出门去跟朋友应付 就喝酒去了 回家叮咚咽咪咽 咱俩这一段对话 你看如果我搅酒 这日子能不能过 我讲暴力嘛 没问题 来 你从外边回来就行 来吧 叮咚 哎呀 老公回来了 老公回来了 老公你等我玩半个小时啊 你看等我 等不了半个小时 您开门就得了 直接开门就行了 哎 哎 老公你回来了 啊 喝酒了 哎 刚才出记应酬 有个聚会 都谁啊 都是我们单位的同事 你都认识 没你呢 没有 蒙谁呢 嗯 张超白蒙谁呢 怎么了 就你们单位那几块料 我不知道是吗 那张可伦那是好人吗 哪回初级不耐个俩啥的呀 啊 啊 那朗和颜那是好人呀 哎 脑袋上一根头发都不长 嗨 最可气的就是那个湾九海 又他怎么了 小白脸子 嗯 老伯说的好 小白脸子不长好心眼的呀 你们单位就好人吗 老师你看 我是为了挣钱呢 挣钱不顾家呀 挣钱不顾家了是吗 没有 你回一回家 脱了蜡子就上床躺下去了 什么意思 您这蜡子脱起来都能立起来的 你不知道吗 因为您这蜡子 咱家一下天没蚊子 你心里没说啊 你看你说这就过分 你也出去聚会去呀 我聚会回到我叔叔公子 我归着这个家里管了吗 我怎么了 咱家孩子去年出去买包蜡条 到现在没回来 我心太关了我 你问我一句吗 你爸前两天 泡温泉 晕池在里面了 三天了还哪泡呢 我爸说海参 你问我一句吗 你妈人家现在这儿太热了 一磨汗这都 给大东麦拉了 那血滋滋喷 喷了一个星期的 你问过吗 喝不了这么长的 还说你哥 你姐 你神 看你那喷了一磨 我们家家破人亡了是吗 你过过这个家吗 你 不是你看你这话说的 我就出去喝个酒 你这你至于吗 什么 张白鱼是什么 你你至于吗 我至于 你跟我喊一条那张 我告诉你 就说你这么跟我喊 咱俩这些人必须离婚 老王 从贵子里面出来吧 好 接下来请您欣赏